爱人常常是迷惑 人常常容易糊涂 容易走错路 所以一时半会儿 你让他想清楚爱或不爱 往往想不清楚 往往会被眼前所谓的爱 冲昏头脑而忘记了曾经的爱 而且在我看来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爱情 更值得珍惜的那就是亲情 有多少爱情最后不必演变成亲情呢 爱情固然值得追求 但是爱情真的足以让你忘掉 所有该珍惜的一切吗 爱情是最珍贵的吗 我不认为是 尤其是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 三四十岁以后 我觉得亲情远远比爱情的温度要更高 更平和 更让人舒服 更绵延更长久 第三我想说的是 当男人们总是说 我也要工作 我也很大压力 我也在付出 但你有没有尝试的去观察过 在中国大部分的一些家庭当中 女人总是比男人要苍老很多 男人总是经得起老 而女人总是老得快一些 为什么 除了第一 女人除了要工作 还要操持家务之外 还有第二 生理的问题 生了孩子之后 更多的皮肤的暗淡 又或者是工作上的压力 又或者是油烟降醋 都会导致女人要老得快一些 所以我就特别不明白 当一个人在你面前说 你老婆丑的时候 你有什么资格诋毁我的老婆 你居然还把话传给他 他的仓老不是因为这个家吗 如果这些活都是你干了 你在家里做饭 你带孩子半夜还要醒来 去哄他睡觉 充奶粉 那会儿年轻的时候 他老的是你 是他干了这所有的一切 是你导致了他的仓老 所以当别人说 你老婆又老又丑的时候 你除了愤怒 只剩下愧疚 他的仓老是我造成的 是我无能 我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才让我的女人变得越来越苍老 我应该做的是 让他更多的去买保养品 让他更好的去 美丽自己包装自己 而你呢 你是想着自己的摩托车 做人哪要讲良心 内心得常怀愧疚 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 我就最痛恨现在有些男人 结了婚跟没结是一样的 他觉得结婚就是找一老婆 做老妈子 然后生一孩子 我该玩玩 该挑逗小女孩 挑逗小女孩 家务活该不干我还不干 我跟原来一样 我告诉你你做了 你找老婆 不是为了你生孩子 是为了跟你一起相伴到老 你是找了一个伴 你是找了一个 在这个生活当中 长期相互扶持的人 而不是在家干活 可以百般地忍受你的人 当他每次 对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就应该反攻自行地去想想 他为什么会发脾气 而不是说我不理解 为什么要发脾气 我觉得我已经比我单身汉的时候 够忍耐了 你看我已经一天七天我都玩 现在我就玩一天摩托车怎么了 那谁让你要当爹呢 你别结婚 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但你一旦选择了婚姻 对不起 那就意味着 有孩子和老婆需要你去照顾 所以我说了这些之后啊 我不是为了斥责你 我是告诉你做人的道理 就是人的这辈子就是这样过的 老子老子就死了 因为所有的一些都奉献给了家庭 英国首相邱俊尔说过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想你的男人 往哪个方面发展 那你就站在那个方向 跟他说赞美 否则的话 你要不然的话 你这样下去的话 它只能离你越来越远 在生活当中除了斥责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之外 如果你当你觉得这种方式 已经没有用了 说也没有用了 喉也没有用了的时候 你也从反面的角度去想一下 谁不想听好听你 谁不想听一句老公你最棒 是吧 哪怕就是一天说一句老公你最棒 他不至于骨头都化了 但多多少少他会为之动了 我也希望待会你可以说一句老婆 你老是因为我不对 就这个